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去长洲 香港有数以百计的岛居 偏偏又要去长洲 长洲是香港最受欢迎的尼岛之一 岛居充满游客、慢活 有渔港、海滩、美食 有原创小店 在香港的节奏快 密不透风的都市森林 假日就要去吹吹海风 扫下街 吸引轻松写意的空气 今次去还不止这些 就去捐埋张宝仔洞 和走埋小长城 到了长洲 长洲的码头总是堆满人 今天愿意 一去到长洲 就跑去那间 岛中 什么树下店 吃早餐 谁知道去到他的门口 有这么多人等 这一间是一间文青小店 全部都是年轻人 我们这些老人 就赶着去行山 而且都已经饿了 而且我很喜欢天后庙前面的空地 随便走过旁边 就看到有家叫喜者小食 有桌子放得很凶狂 就立刻坐下吃 叫小小食 试一下 叫了云吞面和杯奶茶 两样都OK 云吞有些馅物鲜明 还有肉虾比例都OK 杯奶茶都可以 叫多一样东西吃 看见他的餐牌 有个邪恶的芝士西多 来到就不太邪恶 很温柔 太硬了 油大了一点 只是给一块正常的西多 夹多了一块芝士 之后就租了单车踩下 踩去西湾那边 就捐起一个小堡 看看有没有任何宝藏留下 一出码头转右手边 走到中学路吃早餐 大概7分钟左右 之后踩单车 就向着张宝仔洞的方向去 就算走过去 也是十几二十分钟 沿途的风光也很不错 到张宝仔洞之前 就要走一段山路 所以如果踩单车 就要把单车鎖好去 去到张宝仔洞那边 就很多人 去到洞口之前 就还有海景和大石景看 入洞就要一个一个人 排着慢慢入 在入洞之前 就有个提示牌 就说洞里面就比较黑 要用手机照明 入口那块石的高矮 有一米的差距 洞里面就比较湿滑 就要小心走 出口就比较狹窄 小心撞头 洞口就是这么窄 看到曙光了 就来完成创举了 差点卡住在里面 出不出来 要留在里面 做张宝仔夫人 打扑到南岁 找到我们才行 叫我单车了 捐回小宝仔洞 就踩回单车 到海旁交车 迷食素街行动 先吃鱼蛋,很多年沒吃過 10元一大粒 放在小朋友那裏才知道有多大粒 刺完大魚蛋之後又要去東灣海灘 對證碼頭的東灣路可以走到東灣海灘 會經過一間深鎖手作市集 是一間幾級精的愛情所長 很多人在打卡 經過長洲海市分處 接著就會見到一間很大小的小食店 走過去看看有什麼賣 有雞屎藤,各種糕點 芝士焗蟹蓋都有 燒賣,茶葉蛋,香辣螺都有 香草,魷魚,咖喱,魷魚,絲華,力腸魚,蛋 麥魚丸,牛肉球,雞腎,粉麵,碗仔翅 涼粉,大菜糕,豆腐花,布甸,牛雜 你說得出的都幾乎有 轉個灣就是移居香港 居住在長洲超過三十年的日本太太 開的故鄉茶寮 專賣紅豆餅出名 都有其他食物賣 現在變成日本婆婆 跟她拍了張相片,非常親切 紅豆餅 紅豆餅 第一口就是不甜 可能迎合香港人的口味 比較稀 軟 如果一粒粒紅豆濃實 就更加吸引好味 可能不是由吉野太太自己做 水準不穩定 來到東灣海灘 右轉去觀音灣海灘 東灣這邊的沙 偏黃一點 走到觀音灣那邊 沙會白一點 來到這裡的位置 就是觀音灣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這裡是風之後里里山 滑浪風帆的練習場地 走到這裡的位置上面 就有個茶座 經常喝下午茶的地方 觀音灣這裡水質良好 又有水上活動 坐在這個茶座上 對著無敵大海景 自然吸引了練水的人 和路過的遊人 這裡是滑浪風帆第一灘 場上有1996和奧運的標誌 本來我們也打算來這裡喝下午茶 誰知素雞吃了一顆月蛋 和一個紅豆餅之後 現在就很飽 吃不下了 而且趕著去逛小長城 時間差不多了 又是一路逛 讓人反過來拍下茶座 這樣就走了 咦 在走之際 有直升機降落 應該有人出事 用擔架抬上直升機 然後走多一小段路 就會見到淋浴間和更衣室 前面就會有一個路牌 就是小長城的入口 轉右轉上去 這些綠色欄杆 就未是小長城的開始 要走到麻石的欄杆 才是小長城正式開始 一邊走一邊數一下長洲的景點 如果數長洲的景點 除了張寶仔洞之後 就是巨石陣 今天沒有時間看 另外 櫻花樹由古廟 櫻花樹季節由未到 要初春 還有 直陽無限好的東灣和觀音灣 最後 以長洲海旁海鮮 作為長洲一日誘惑上圓你的句號 當然包括沿途不平的美食 問題是你吃得下多少 另外還有古蹟 歷史文化 活動真是多元化 看你喜歡哪一方面 還有還有就是行山徑 今天就行小長城 還有去找石頭 繼續向著小長城的方向進發 浮台沒有人游出去 開始見到麻石柱圍蘭 開始進入小長城 小長城就是一條合家潘的遠足路徑 由於沿途就見有於回獨特的麻石柱圍蘭 仿如中國萬里長城的迷你版而得名 在家樂徑有多個石景 大概有16個 現在就開始去找了 我每次在山上走這麼漂亮的路 我總會有種感覺 就真的在這麼高的山 建一條這麼漂亮的路 真是不簡單 走到這裏就到了一個觀景台 這裏就應該看到港島和南丫島 這裏就是海邊 繼續向前 曬草,你怎麼找? 為何嘴嘴嘴嘴都說著找石頭呢? 其實沿路上就山滿了草的樹 根本那些石頭都靠近了 是見不到的 當你一條很開揚 空氣又好又好走的家樂徑 而石頭見到就見 就不要特意去找了 因為有些就比較危險 現在就走到長城的盡頭 就見到這塊肉 就見到這塊玉璽石 在開始回程後 就找到這塊 就像不像這塊骷髏頭 接著在海邊就見到三塊 就像不像花瓶 蛇頭 老鼠 大指示牌 大指示牌上面的老鼠 在草叢裡 不是在水裡 接著就遇上一個油人 告訴我 由這個洞鑽過去 就有一塊人頭石 但是指示牌那塊人頭石 就像這樣 我們找到那塊 更漂亮更像 咦? 就說這塊是黃貓石 又很鮮 大家又在拍攝 其實是被草都遮到變形 找到看著天 開始黃昏了 接著看到這塊 我就說是恐龍化石 除了石頭被掌滿了草 而遮住了之外 而部分的牌都日久失修 毛不清 全程最符合指示牌 就是這塊大象石 不過就要走一段路 看回才看到 這塊是唯一一隻 不需要加想像力 和符合指示牌 這塊是甚麼石 高彩 這塊就好像叫做饅頭石 指示牌有的 走到天都開始黑了 走到這麼黑 走到入黑 就看到一些迷人的燈火 想說一說的就是 由長洲碼頭去小長城 去到玉璽石那裏 就是掘頭路 走回頭路 沿路走回碼頭 大概四公里 來回都看到直升機 夠人走 今晚這一頓 真是好夠風味 魚光閃閃的一頓 我來這麼多次長洲 我第一次在長洲吃海鮮 我猜不到價錢是做到這麼便宜 而且我今晚吃這一頓 真是很划算 一望餐牌 就有168 兩個海鮮 送一個菜一個湯 而248 就三個海鮮 送一個菜一個湯 當然是168 送菜送湯 最划算 不如不要這麼壞 給別人讚賞 不過再想 又怕還是吃垃圾 還是不好 叫少一點 先叫168 先叫兩個菜 因為位置這麼正 怎麼可以不坐下吃呢 選了兩個海鮮 一個是豉椒炒聖子 一個是蒜蓉蒸鮮油 點了菜之後 很快的粟米筋 就送上來了 我打算不太敢喝 打算試一口 誰知有出乎意料 真的好像自己在家裡煮的粟米筋 那樣 當然自己在家裡煮 當然要加多些材料 湯是甜一點 但幸好沒有加味精 又或者加少許好的味精 或者雞精 總而知不是我想像之中 很甜滿口味精的味 簡單一點形容 就好像在家裡煮 但沒有那麼甜 第二味就是豉椒炒聖子 然後那個蒜蓉蒸鮮油也離開了 這個蒜蓉蒸鮮油就真的像樣 真的直接在家裡煮成這樣 那豉椒炒聖子就夠味 不會硬 那些聖子肉也不少 而且又沒有沙 還要稱讚他們的服務態度 他說我們這個位置 立刻拿燈出來掛在樹上 給我們照明 你看照到多光 一吃的菜 值得點啤啤啤啤啤 雖然不是龍蝦 鮑魚那些海鮮 這些小菜式的海鮮 做到這麼有誠意 真是讚的 值得讚的就要讚 叫多一個豉汁精鮮 來到長洲 來這裡吃的很寫意 謝謝